案件在聲明上就說 梁振英將一份他草耳的職權範圍文件交給周浩鼎 再交給專責委員會 他說這個文件是不影響到我們專責委員會的正常運作 我們四位委員是絕對不認同律政司司長的結論 我們也不知道他從何得到這樣的結論 如果交這份文件來專責委員會 由梁振英草耳的職權範圍 周浩鼎隱瞞梁振英草耳者的身份 去意圖影響委員會的調查範圍的話 這也不是會影響到我們正常運作 我看不到怎樣叫影響正常運作 還有如果沒有影響到我們正常運作 周浩鼎為何要辭職呢 為何要補選何俊賢進來呢 為何立法會要成立另一個專責委員會去調查這個事件呢 所以我們強烈質疑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從何得到這個結論 他是強暴了最少我們四位 UGL專責委員會委員的意志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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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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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